古古之今小人物品读中华大历史 欢迎收看本期大历史小人物 在浙江省金华市蓝西市有一个诸葛八卦村 那里住着的村民都是诸葛亮的后人 而且整个村庄都是按照八卦图来布局的甚为壮观 但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并不是诸葛亮的后人 而是与诸葛亮处于同一时代的曹操的后人 在山东省汝山市有一村庄 因地处黄磊河之南 故取名为河南村 村里一共有1700多人 但是有98%的人都姓曹 在他们的族谱里记载了很多古代的曹姓名人 其中还包括曹雪芹的曾祖父曹喜 因为曹雪芹是曹操的后人 所以他们都认为自己也是曹操的后人 2009年在河南安阳发现了曹操墓 当时这个消息轰动了全国 可据传闻曹操墓有几十个 不知道在安阳发掘的这个到底是真是假 于是上海复旦大学人类科学实验室 就征集全国曹姓男性的外染色体 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来鉴定安阳曹操墓的虚实 这个消息传到了山东河南村 令村里的村民大为惊喜 他们都想参加这次的染色体检验 来验证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曹操的后人 当时村里的村之书和两位村民代表全村曹操人民去参加了抽血化验 而化验的结果也正如他们所想的那样 他们和曹操其他后代的血缘最相近 也就以此证明了河南村98%的村民都是曹操的后人 而安阳曹操墓也是真的 虽然山东河南村的村民大都被证明是曹操的后代 但这只曹姓后代的由来却没有人能够知道 即使是史料也无任何的记载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请点关注哦